在爱马仕独特的买包文化当中,有很有趣的一条是,配货。 很多人现在在网上分享什么零配货买包的经验,这种事情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,而且如果你带着爱马仕的满钻手镯,或者拎着喜马拉雅进去,你要什么包拿不着。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,还是只能乖乖配货。 其实呢,爱马仕也不是真的单纯为了捆绑销售,不愿意单独卖包,只是因为纯手工的产量,实在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,为了区分客户的品质,以求数量并不多的Bugging每一个都能给到爱马仕心中的最优客户,他们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筛选机制,而这一套机制到今天,逐渐演变成了配货。 另一个就是不断地在固定一个门店里买动买锡,累积到一定额度,或者SA对你非常熟悉的时候,就可以拿包拿记住,这种方式一定只在意家电消费,并且认准一个SA,他不上班你都不去。 说完了配货方法,现在聊聊配什么?虽然配货之本意不是为了捆绑销售,但是能为给他们贡献业绩,SA当然也希望大家多多一善,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,世界上没有白配的货,配的货多了,自然就能拿到包了。 那么,SA最喜欢你买的东西是什么呢?当然是大件。第一,买不买大件,可以直接判断你是不是一个有消费实力的,舍得花钱的,不是以买Berking,Kelly,Constance为终极目标的,日后会持续消费爱码式的,优质顾客。 第二,每个SA能分配到多少包,什么水准的包,这和SA的职位,业绩等都是直接挂钩的。 简单来说,就是贡献越大的SA,更能拿到又好又多的包,那么,比起卖掉私金,钱包等一类小件畅销或卖掉相对没有那么畅销的大件,就是贡献值颇高的case了。 因此你买大件的直接结果,就是你的SA能拿到更多更好的包,最终受益人还是你自己。 家具和马具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,毕竟,如果你已经好到买这两个品类,也不需要看这种科普了了这篇文章,还是针对想买包的先男先女们,给大家一些配获的小建议。 词金 珠宝首饰 瓷器餐剧 虽然相较于爱马仕制作皮剧的近200年历史,爱马仕制作瓷器的历史,只有区区五六十年。 但是,爱马仕的瓷器餐剧,真的很容易让人上瘾。 Herbos Borgenicot新系列瓷器 瓷器底部都印有Made in Limoges Limoges历摩日,法国中西部城市,以陶瓷和法郎工艺闻名世界。早年间在欧洲有80%的皇室瓷器,都产于此地。瓷器采用精湛的法式瓷绘工艺,许多瓷器的镀金,都是用24K真金涂上去烧制的。瓷器的图案则大量采用了18世纪蜂蜜法国的宫廷复古风,雍容华贵。 高级乘衣。而乘衣的种类这么多,为什么比起连衣裙或者T恤我更推荐大衣呢? 虽然大衣的功能属性是衣服,但是时尚属性其实更接近包包。我们对大衣的要求是功能性和时尚度并存。 它的功能性除了要求高级的纯正的羊毛羊绒面料,带来保暖的效果。 更重要的功能在于,它能通过面料和工艺展现出穿着者的奢华气质。 简单来说,就是一件好大衣看起来,就是够贵够经典。 2014年接替Christophe Lemaire成为爱马仕女装设计总监的Net Ergyiwan Kikibowski之前在Devdoe、Solene、Darrow、Maisen Martin Margeau工作过,他擅长用创新的极简风格,或者夸张的比例打造衣服的轮廓。 在采用传统的高端面料,或者历史手工裁剪,主色调以黑、白、乳白和灰为基准色,偶尔以亮掉点缀,营造出一种,希望为人瞩目又欲盖迷章的高级感。 爱马仕乘衣终于在大衣这个品类上,实现了爱马仕经典,和国际流行的完美契合。 这样的大衣穿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会out,绝对能红很久。 最后给大家分享几个tips,一爱马仕品牌本身并不承认配货制度,二基本上不可能零配货的,在爱马仕家买到任何buckin。 三配货里面带一点磁器或者家具,会更容易配到包。